嘉濱 三文官唯一 藝人優 我們今天上課 4 月 13 停課 4 月 20 、21 在上課 四四二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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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四十二 中间 二十大会菩萨摩尼佛 父亲世尊违愿未说一切诸法 原因之相 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见 无妄想见见次俱身 说二十大会菩萨摩尼佛 父亲世尊违愿 就是希望佛陀 为说一切诸法 一切诸法 只生起 这个缘跟因 中间有个顿点 语欲才清楚 也就是 一切诸法 生起之缘 跟这个因 之下 义 一 就是优于 因 结了 绝悟了 原 跟因 之相故 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 那么离一切性就是了悟了 万法空无自相 就不会产生了有见和无见这种妄见 有见就是常见了 无见就是断见了 这个妄见 为什么这个妄见呢 因为真正自相是无见嘛 知见立之是无明本 知见无见施即涅槃 有见是妄见 无见当然还是妄见 无妄想见 无就是便不会再有 这个妄想当然来自于自心 就不会有自心产生的妄想 对诸法的种种见 见到什么 见诸法有见赤身 或者是一时俱身 一时俱身就是顿身 换句话说 一切法本至无身 空无自相 并无所谓的见赤身 也无所谓的顿身 的俱身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 无妄想见 见赤 俱身 见赤就是见赤身 俱身就是一时顿身 意思是说 便不会再有自心妄想 所见的诸法 到底是见赤身 或者是一时顿身 这种过就 整记贯穿起来 的意思是说 二时大会菩萨摩赤身 那父亲世尊 唯愿未说 一切诸法 他生起 到底 他的缘 怎么个具足 因 怎么个具足之相 才产生万法 一就是 由于 由于觉悟了 缘 跟因之相 我 以及诸菩萨 了诸 缘 跟因 这些都是空无自性 能离一切性 就不会在万法当中 找有见 无见 这种种的妄见 也不会再有从自性里面 产生的一种妄想见 妄想见 无非是不离 见赤身 或者是一切 顿身 俱身 一时的顿身跟俱身 这种过错 所以这个无妄想见 见赤 俱身 这个身 用两次 见赤身 见赤身 还有俱身 注视 缘因之相 也就是一切法 生起之远 跟因的相状 那么在这里 特别要交代一下 佛陀讲的 有六因二元 两种元 这个叫做正因元 但是记住 正因元 是为了破除外道的执着 才讲正因元 也就是万法 必须依佛陀所讲的 六因二元 而起的万法 这样叫做正因元 但是切记 所有的正因元 通通是为了破除外道 如果找一个正因元 仍然是邪见 所以说 众生 邪因邪言 要破 就算是正因正眼 佛所讲的正因正眼 仍然是空无自信 一切法 去入无身 这个是佛 究竟意 简单讲 佛讲正因正眼 是为了破除外道 那么正因正眼 仍然空无自信 仍旧是一切法无身 这个才是根本 佛教的重点 也就是一切法 生起之远 与因的相状 轻因为因 轻因就是最重要的 苏因称元 比如说种子 种子就是轻因 那么我们栽种 这个蔬菜水果 又有种子 这个就是轻因 最重要的因 有了这个种子 那么苏因 比如说阳光 水分 等等 那么这个是苏因称元 又内为因 外为远 又阻因为因 注因为远 但是在这里 一定要更正大家 一个重要的 因 非因 因可以作远 远 也不一定远 可以作远 在这里 在这里 你一定要切记这句话 佛陀在因 跟元 跟果 并没有 死板的界限 最主要是因为 它 是控制线 好 我现在举个例子 看看你能不能体会出来 比如说我们种苹果 种苹果 那么种苹果 有个苹果的种子 以此为因 最重要的因 对不对 好 这种苹果的因 如果没有水分 没有养分的话 这个因不会成长 好 我们现在等它夺过来 以水分为主 没有水 你就是活不了 以水分为主因 的话 那么种子就是 助缘 好 你有种子 为因 用这个水啊 来做助缘 假设又恢复到原状 好 现在如果没有阳光 你有水跟种子 没有用了 没有阳光 是没有用的 好 这叫做华言经 里面讲的 叫做竹跟冰 要互换 在某一个时间 跟空间 这个时候 没有阳光 阳光就变成竹 叫做轻因 要对调过来 对调过来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我们 有时候角度互换的时候 我们不是永远的主人 这个元气法里面呢 哪一个角度 它都可以做因 哪一个角度都可以做缘 哪一个角度都可以做果 因为它空无自信 空无自信 就是不是死板的 所以它能够转动 这个华言经就讲得更清楚了 接下来 以结缘因相录 以就是由于 绝就是绝了 由于绝了缘因因的相状 我及主菩萨离一切性有见 无见 有见就是常见 无见就是断见 这有见无见都是妄见 如是我及主菩萨 便远离知一切法 知一切法之性 为有 为无之妄见 所以万法本空 讲万法本空的意思 其实就是万法本来就是空无自信 空无自信 因此师父一再的强调 不变随言 随言不变 是不符合佛意的 不变就是常见 随言就是断见 就是断见 其实佛性讲非常非无常 仍然是为了断除众生的迷茫 为什么我们讲佛性非常非无常 佛性找有见 就是找常见 所以佛说说佛性是无常 如果说找无常 佛说那佛性是常 为什么 只是在破理对那一个点的一个执着 所以说佛性非常非无常 因此讲有见 讲无见 都是涅槃里面的个腾 都是涅槃里面的成垢 无妄想见 见识俱身 并不会再有自信妄想 所见之诸法为见识身 或者是一时顿身之过 诸位一切法无身 你会修行这一句话 就足足你用一辈子 万法本来就不身 为什么 色既是空 岂有见识 岂有顿身 因为他讲的是体性本空 所以你看一切事情的时候 你看透了 就了解万法空无之行 好 我们把历史拿来回顾一下 你今天你 你讲秦始皇 并吞六国 韩赵卫除烟七寝 那秦始皇现在在哪里呢 制定全国的杜两行 车轨 文制 秦始皇 欧洲就是少一个秦始皇 所以咱们中国有这么大 其实就是秦始皇 并吞六国 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好 那秦始皇现在在哪里 那我们讲到唐太宗 唐太宗现在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万法空无之行的意思 就是这种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永恒 你所见到的只是因缘生的东西 万法只是因缘 没有什么多少有无来弃生命真减 那么我们见到设计是空 会修行一句话就搞定它 原来万法本空的东西 这种东西 所有的取信动念都是苦的自我 因此没有邪惑的人 他不懂得波勒智慧 不会过日子 因此拿这个假象 硬是把自己压垮自己 给自己痛苦 像钻牛脚尖一样的 所以众生的思想是很可怕的 掉进去有见 无见 常见 或者是断见 或者是常见 或者是无常见 他就总会有一些看法 就是钻牛脚尖 教练讲尖 钻进死活桶里面 不懂得怎么过日子来解脱自我 所以当我们没有妄想的时候 这些就通通能够放得下 所以无妄想见 见词 俱身 并不会再有自行妄想所见的诸法 为俱身 或者是一时顿身之过 俱身就是一时俱身 俱也就是顿身 一贯二时 大慧菩萨摩河沙 父亲问世尊大 唯愿世尊为我说一切诸法 生起之缘 以因之相状 以绝了缘 以因之真实相状故 我即诸菩萨变得远离 既知一切法之性 为有 或者是为无 等虚妄的见 意思就是早有 早无都不对 并是无等 无犯之心 妄想 所见之一切法 为见词生起 或者是一时俱身的顿身 等过咎 何以故 见词身 本空 是无身 顿身 本空 仍然是无身 无论是见之身 无论是聚身 通通是妄见 因此佛说一切法无身 这个才是佛的根本教义 而且十方三世一切佛都讲的同样一种真理 就是一切法无身 佛告大会 一切法二种原相 为外籍内外原则 为泥团 住沦水 牧人共住方便远 有平身 很多泥 平 铝 蝶 草息 种牙 洛书等方便原生 义乎如是 世明外原 前后转身 佛告大会 是一切法 二种原相 有两种原 那两种原 为一是外原 外在的原 以及内原 先讲外原 什么叫做外原呢 我们以泥团来装作青阴眼 那么用柱子 轮 水 或者是木头 加上人工 种种方便 为柱园 柱园 然后就有瓶子散生 同样的 由泥团 变成的 平之 再来由铝线 慢慢的编织成叠 一层一层的编织 有草 编织成草息 有种子 经过了因缘 发芽 弱 经过了发酵 制造 成为疏 等方便 缘就是重缘 生就是合合而生 其实是空无自信 以复如是 世明外原 那么前后转身 前后转身就是 前因 后就是后果 由前因 后果 转身 就是转转身起 就是一切法两种原相 一切诸法有两种原 积极之下 就像 泥 平 铝 铝 铝 蝶 草 蚀 种 牙 落 疏等方便原生 瓶 就是瓶 正如有泥 成瓶一样 有铝 的蝶 有草 的蚀 有种子 转变成牙 有落 转变成疏 都是有方便的重言和合而生 前后转身 前因后果 转转身起 一贯 佛告大会 这一段很简单 佛告大会 一切诸法有两种原 积极之下 外原 以及内原 外原就是像 内原就是心 就是我们的五印身心 所以很容易判别的 那么外法 因缘 积极之像者 为以泥团为轻因缘 以 柱 轮 神水 木 人工等 足方便为柱园和合 而有瓶 产生 正如有泥 成瓶 成瓶 之有 种缘和合生 同样的 有铝 成蝶 有草 成细 有种的哑 因缘 因为没有珍惜彼此的因缘 到处去伤害别人 我们自己所得到的一定是苦恼无量 同时你也没有办法成就无上菩提之道 因为你没有这些助言 你没有善知识 善知识得罪了 你没有同参道友 这同参道友 大家都不想跟你相处在一起 你一个人好像得了重病一样 到哪个团体 呵斥人家 排挤别人 到处说人事 到处说人非 这个一传出去以后 没有人敢跟你做朋友的 所以啊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因此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 一定要珍惜 每一个人的因缘 用诚恳的心对待 一切的众生 这个对自己的菩提道 是好的 因为万法 缘具足才能成就 那么我们珍惜的每一个因缘 每一个人来 我们带他都像自己的家人 何况我们都是佛陀的弟子 再怎么讲 我们都是一家人 哪一个不是拜释迦摩尼佛的呀 那既然拜释迦摩尼佛 我们就是一家人 那么这一家人 磕磕气气呀 诚诚恳恳的 这也是一种修行 修养本身 它就是一种修行 而且容易成就 因为你珍惜了 这种种的缘起 就是增进自己的菩提道 因此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去伤害跟得罪 接下来 云和内缘为无名 爱业等法得缘名 从比身因戒入法 得缘所起名 比无差别 而一副妄想 是名内缘法 云和内缘 内缘就是内法之缘 什么是内法之缘 内其实很简单 就是无因 假的就是无因 那么我们什么是内法呢 因为众生分内跟外 为无名 因为无始绩以来 卡了一层厚厚的无名 厚厚的无名 还有无量解来 所贪着外境 这种贪爱的心 形成一种强大的业力 不可抗拒的惯性意识 但这些法 这些法会感召了无因身 所以由内心深处无量解来的无名 贪爱 还有心业 但这些法得称内法缘之名 因为这些无名贪爱的心业 会感得什么呢 从比 从比就是一 从比就是从比无名 爱跟业的内缘法 怎么样 而生其五因十八戒十二入 等诸法 所以这个因戒入法 就是所谓的 缘所其法之名 缘所其法 就是借重于无名缘 贪爱的业 还有心业之缘 所以 从比无名 爱业等内缘法 而生其五因身 十八戒十二入 等诸法 所以这个因戒入法 便得缘所其法之名 因为它是由内缘法 所生起的 由内心深处 无量解来的无名 跟贪爱 跟业力 所以 叫做内缘法 比无差别 比就是并 其实我们内法也好 空无自信 外法也好 其空无自信 并没有差别 而我们因为无名的执着 分成内跟外 其实我们内四大 跟外四大 其实是平等的 如果我们把时空交换 我们把时空交换 如果你也研究物理的科学 或者是这些天文学 我们回归到四十一年前 四十一年前 没有什么动物跟植物 没有的 这些动物跟植物 后来因为元七法 变成了众生 而这众生 因为执着 隔阂变成内跟外 所以我们一个身体 就变成分你我他 其实我们的颗粒为成是平等的 元素也是平等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就是他 他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比内法 外法都空为自性 并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因为众生妄动 所以起这个干戈 接下来 而一副妄想 分别 极箭有差别 是不应内缘法 接下来 所以迎合 师傅再解释一下 迎合内法之缘呢 为来自于内心深处 无量解来的无名 贪爱 形成惯性意识的业力 这些法 称为啊 内法元之名 因为从无名 爱业等内缘法 而引发了果报 而生起了五因 十八戒十二路等诸法 所以这些因介入 便得元 言所起法之名 以其为由内缘法 所生起 所以称为 言所起之法 其实 无论是内法 无论是外法 两者都是空无自性 平等不二 比并无差别 但是我们这个 一副的妄想 就种种的差别 跟执着 硬是要把平等法 建有差别 是没有内缘法 所以万法的痛苦 来自一颗无名的心 我们所有的痛苦 都来自一颗 没有智慧的心 硬要把内 跟外 隔阂 你我他 我像人 像众生 像隔阂 其实我们山河大地 跟人 一切的人 动物植物 都是同一个体现的 主事 从彼生 因介入法 从彼无名 爱 业等内缘法 而生 因介入诸法 得元 所起名 是因 介入诸法 因为是从内缘法 所生起 故得称为 言所起之名 彼无差别 彼等能起之内缘法 以所起之言 所起法 其自性 是无差别 所以为什么金刚经 在讲 是法 平等 无有高下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送了金刚经 送了这么久 这句话的重点在 在哪里 这一个重点 就是万法空无自信 一个颗粒微层 跟一座山 其体性本空 平等不二 所以 见到了这个 万法空无自信 平等性 你就见到了佛 所以见延其 即见法 见延其即见法 见延其 就是见延其空无自信 就见万法平等法 见法即见佛 见到了平等 万法平等 就见到了佛 所以佛跟众生 有什么不一样 佛就是每天过着平等性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内心里面彻底 不落入之见 因此他过着一见 离一切相 因为我们找一切相 不是找有就是找武 要不能就是找一有一无 要不能就是找非有非武 所以凡夫见不允许 二圣见不允许 菩萨见不允许 外道见不允许 佛见也不允许 所以 知见无见 四级涅槃 知见立志是无明本 知见无见 四级涅槃 现在我们就知道 这部能节经 讲的万法空无自信 极见 究竟的平等心性 所以我们今天 要过苦乐 苦乐之 是这颗心 我们要过快乐的日子 解脱的日子 仍然是这颗心 找到了 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 那你的心 永远是幸福的 永远是幸福的 永远是快乐 一个人 内外平等 就不会有种族的冲突 也不会有政治的纷争 一般 云和名为内法源 为无明 爱 业等 这些法 都称为内法源之名 以从比无明 爱 业等内言法 而能生起五印 十八戒 十二路 等诸法 故此 因介入法 便得 严所取法之名 以其为由内 缘法所生起之故 而彼等 能起之内言法 以所取之言 所取法 其自信 是无差别 这个无差别 就是建立在 设计是万法 空无自信 但是因为众生 没有见到究竟的 自圆自顿的平等 新性 然而一次的凡复的妄想 一层又一层 分别 就见有差 见有差别等等 是名为内言法 四十五中间经文 就大会 比因则有六种 刚刚讲 缘有两种 现在讲 因有六种 就大会 比因则有六种 为当有因 相续因 相因 作因 显示因 代因 当有因则 作因以内外法身 这对老参来讲 有一点复杂性 对对出席佛法来讲 很难搞懂它 但是我们不能说 等你懂了 我们再继续前进 是不是 生命有限 似乎这辈子 讲任言 能且 也是剩下 最后一次 也绝对不会再重复 讲第二遍 所以我 常常告诉这些徒弟说 你要打佛七 有的是机会 是因缘 你要打佛三 有的机会 因缘 做佛事 都有 唯独都这个听经文法 只讲一次 你要自己珍惜 有的人刚好相反 讲经说法的时候 不来 念佛的时候来 都要得病 那些做谷歌管 直接谷歌 直接管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听经跟文法 它就不来 他说 这个比较难 就是听不懂 不晓得 你在讲什么 念佛比较快 接下来 是不是解释一下 大会 必因者 有六种 为当有因 当有因 就是千因言 就是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 这一念 决定将来的解脱跟生死 这个叫做当有因 就是最重要的 轻因言 其实能且心 把所有的因跟缘 还是会归到空无自信的缘 自缘 自顿的心性里面 所以这个六因 当然也不可能离开我们的心 当有因 就是最重要的轻因言 就是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 因此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那个恶念 千万起不得 害人之心 千万不可有 防人之心 是不可无 所以你想要未来过好日子 从现在开始 要修正自己的当有因 就是我起来念 通通是善的 是菩提念 是包容 是宽恕 是爱心 大爱 大慈 大悲 大喜 大舍 你要动这个念 当有因 就是最重要的轻因言 接下来 相续因 这个相续因 就是所源源 所攀岩的 那个源 就是外境 这个意思就是 念念起忘念 众生的念念起忘念 源于外境 源于外境 因此就造成了五因生的种子 这个种子落下去 我们的本世 就是八世 然后下辈子 这个五因生 又继续产生 这个叫做相续因 简单讲 相续因 就是一望念 拼命的源 外境 然后执着变成心中的种子 又落入下一辈子 继续转世投胎 叫做相续因 没有间断 第三 叫做相因 又名等无间言 这个相因 就是心中存着一种相的 一种理想 这个叫做等无间言 心中一层之相 因此比如说 我要连考 心中一层之相 或者是我要栽种一棵树 那么心中这一棵树 我怎么能栽 心中一层之相 我要把这棵树 把它栽培好 这棵树要怎么用过 怎么样给它养分 我今天要考年考 我要怎么念这补习班 要找到好的老师 现在竞争得太厉害了 这个相因 也就是心中一层之相 然后坚持不舍 就是等无间言 从来没有间断 那么这个作音 就是真上远 意思就是心中念念 念念真圣 这个分两个角度 比如说 我们先讲坏的 坏的真上远 坏的真上远 比如说小孩子 那偷了一百块 爸爸妈妈也不觉得什么 长大了一百块不够花 我要的是一千块 一千块太少了 现在买个iPad iPhone 这算是几千了几万了 又拖变成一万 后来拖不到了 又吸毒了 用抢的 这个就是念念了 忘念了 一直真上 越来越旺越来越来越大 越搞越大洞 越搞越大洞 这个就是走上歪路 但是这个真上远 也有好的路 比如说 我们今天来亲近 我们的讲坛 我们在佛前发现 我要发菩提心 哎呀 一万 法会的时候 我来随喜 就一直把这个菩提心 菩提的念头 一直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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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在佛讲的了 一个人如果没有大善知识 没办法成佛 一个人没有增上远 这个同参道也也没办法成佛 为什么 这个是让你发菩提心 一直增上的 所以在这里就必须要交代 一个 如果你的生活间非常复杂 但是记着 你要用智慧解责 什么人可以帮助你的菩提道业 而什么人会败坏你 酒肉朋友不能交 交坏了 坏朋友 那你一辈子完了 我们生命不是纸张 不能回收的 不能回收的 修习佛道是燃眉之急 为了你要下辈子灵魂的安 这个趋向处 你必须要今天做智慧的结者 不可以交到坏朋友 更不可以清净邪恶的恶之事 这个坐阴 这个正上远 这个修行人 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菩提道 要念念真上 你心中不能有妄念 不能干杀道营的事 同时要清净善良的人 有智慧的人 再来 灵异智者同哭 不愿与异者同孝 这句话 就是真上远最好的座右鸣 我灵异跟一个有智慧的人一起哭 我也不愿意跟一个愚痴的人一起笑 跟愚痴的人一起笑 仍然不会有智慧 我宁可跟一个有智慧的人一起哭泣 也不愿意跟一个大白痴的人一起欢笑 大智慧的人一起跟大智慧一起哭泣 它是会有产生智慧的共鸣的 所以这个真上远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心中之念念念念真圣 善念菩提念也能念念真上 但是恶念一交到坏朋友 他就不感觉在作恶了 接下来叫做显示音 显示音又叫做显了音 也就是妄想一升起来 执着于外境的能所不断 叫做显了音 直接了当讲就是显了音 显示音就是显了音 非常明显的能源的妄想 于所缘的外境能所不断成为显示音 那么带音 这个带叫做相带的音 什么叫做带音呢 我们呢 这个妄想 一直打白天的妄想 晚上啊 休息的时候 心呢 没办法定下来变成梦想 最清醒的时候 早上睡 睡醒来的时候 就会这样蒙心自问呢 我昨天做的那件事情 是不是对着起良心跟因果 每一个人都有良知跟良人 当他冷静的时候 妄想不生 这个叫做不妄想性就产生 因为一个是妄 一个是不妄 那么就叫做相带音 当我们良知良人 被发现的时候 这个就是不妄想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智慧 那么我们如果说 没有听经文法 我们的妄想性 那么就一直贪着 也不觉得自己是错误 那么这个妄想性就一直连续 所以这个相带音 是对有的人有少许的上根 当他晚上冷静的时候 或者是找一个时间 到身上自己一个人冷静 和回光返照 他的妄想渐渐减少 不妄想性就产生了 因此相带音 带音就是相带音 这个妄想性 不妄想性就产生 叫做相带音 当有因者 现在这句话是佛在重复讲 什么叫做当有因 当有因就是轻因言 就是最重要的轻因言 简单讲 就是现在的起心动念 你现在的起心动念 决定未来的一切 未来的一切 所以当有因者 就是现在心生起后 做一切法的声音 做一切法的声音 这个动念有多么可怕呢 它会召感内根深外的气节 内的根深五因深外的气节 一切苦乐然净诸法 得以生起 得以生起 就算你现在这一念 所以为什么 现在的起心动念呢 形成一种强大的业律 招感未来的根深跟气节 所以在这周围 我们还要跟你讲一个 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业跟命的安排 这是很无奈的 我们一出事 现在讲没有修行的人 我们一出事 我们的命 差不多被定了 我们的业 因为强大的业律 会形成一种 所谓命则定义 不可改变 我们称为命运 命运呢 但是修行人刚好反过来 因为我们有听经文法 叫做运命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命运 命在佛教里面讲 叫做定业难转 所以这就说你要学习 不要怨恨 你今天让你长得高 长得低 或者长得美 长得丑 跟你前世的动念 都有很大的关系 你前世 带人平等 每一个人 心如大地 如此的接近 每一个人 你的心平等 你的面相 就非常的庄严 有持悲心 那么有喜舍心 要不 你什么事情都挂碍 你这个业力形成 常常生气 常常生气 下辈子就很丑陋了 是不是 生气的人呢 内心里面呢 在丑陋 借着理由 种种的生气 有的是一种生病 因此 然后再来 你这辈子 轻视那些穷人 那么你下辈子 果报也不好 或者轻视那些残障的人 那也不行 轻视那些残障的人 他摆开 他摔满 你看那个跛脚 你看那个瞎子 讲起那个残障人士 你就又瞧不起人家 你看 那个神经病的 你又瞧不起人家 那么这个内心里面 是不可以有任何这种种子的 这个种子的 因此 现在当有阴者 你一定要重视 你现在的起心 你的动念 为什么 菩萨为阴的众生为果 好 整段的意思 解释一下 大会比阴者有六种 为当有阴 就是千阴眼 相续阴 就等同所缘缘 相阴就是等无间缘 作阴就是真上缘 那么显示阴跟带阴 加起来 阴可以作缘 所以这里 也可以叫做六种阴 前面讲的外阴跟内阴 两种缘 其实这也叫做六种缘 当有阴 当有阴相续阴 相阴 作阴 显示阴 代阴 当有阴 则什么叫做当有阴 又名清阴 最重要的 现在 心生起了念头以后 作为一切法的声音 所以在座诸位 请你注意你的起心动念 同样一句话 为什么不讲好话 鼓励人家的话 对不对 同样一句话 为什么要讲尖酸刻薄 伤人的话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不是 就是 同样一个身 为什么要干沙道影 招来 来事不如意 为什么不做 慈悸清净的圣人 再来 我们的意念 起心动念 会召感一切 身跟口 所以要控制你的心 就可以控制你的身跟口 因此你要讲一句 不好听的话 不如把它念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还是说 这个人啊 正是阿弥陀佛 这样讲到这个 就听得懂了 这个实在是 哎呀 如果很生气的时候 这个人很可恶啊 这个人太痛恨你了 讲了情绪啊 讲了快快气炸了 可以改变 哎呀 这个人实在是阿弥陀佛 这个人实在没有办法 去讨论他观世音菩萨 慢慢慢慢把这个仇恨 语言慢慢地化解掉 化解掉 化解掉 因为活在这个世间 什么众生都会有啊 哪有的众生啊 每一个众生都活在你的标准线上 让你理想的过日子 没那么好日子 这里叫说佛世界 不叫极乐世界呀 所以人不可以说 我定在心中一种标准 每一个人都顺着我的标准 那你去死好了 上吊也没有人会同情你的 因此解脱自我才比较重要 是不是 接下来注释 这笔音则有六种 笔音则指前面所提的 一切诸法 言音之相 中的音 佛在上面解释过远 现在这开始解释音 有六种是指内外法 各有六种音 显示音 唐一座显了音 为一座了音 戴音就是观戴音 唐一座观戴音 为一座相戴音 当有音者 咒音以内外法身 为现在之心 升起之后 便咒一切法之声音 所以你现在要动什么念头 要很小心 今天如果你帮助师父 推广这个法 你发的是菩提的音 那就一定成佛 因为你发的是好音 今天来 我要改过 我要牵手 我从现在去 我绝对不生气 你这个生的音 那个念头又变成好的 又变成好的 我从现在去 绝不贪找一切外境 你发的这个又是生的音 又是好的音 一天一天 这样一直好 一直好起来 于是便能招感 当来之果 看你发善恶的念头 而令内根深外气 其一切苦乐 燃净诸法而接着生起 因此当有音 也叫做清音眼 在这里再附带说 燃净诸法接着生起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有的人干到总统 干到国家主席 对不对 这个事情讲起来非常不公平 有的人你看 这个刘兰汉 连吃三餐都没有 我们不是欺笑 只笑他 就是没有这个能耐 你看有的人一出生 你看 手脚不方便 做一辈子的轮椅 做一辈子的轮椅 而有的人渐渐尷尬 人高马大 艺术临风 有的人智慧无量 可是一看 就是白痴 所以 这个世间 讲不公平 就是真的不公平 你看每一个人的国报差这么多 要讲公平 通通公平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由业力而来的 对不对 由业力而来的嘛 业力雕塑我们的五印生 还有我们的果报嘛 还有我们的果报嘛 是不是 因此 我们一定要修福 一定要修慧 一定要下定截心 不起贪 撑 吃 过这种圣人 解脱 自在的日子 当我们一个人 有一年听到佛法的时候 就打开了灵魂之窗 见到了生命的阳光 这个比种大乐透啊 五亿十亿更重要 你种了大乐透 五亿十亿 你也带不走啊 你一辈子也花不完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一听到佛法 是生生世世的法生会命啊 所以因此 诸位啊 你今天听经文法 比你身上拥有一百亿 更幸福 更快乐 你身上拥有一百亿 你也不已经 懂得什么 真实的幸福跟快乐啊 不知道啊 对不对 哦 这个佛法啊 可不得了 佛法是理性的宗教 佛法是合乎逻辑的宗教 佛法是科学的宗教 佛法是智慧的宗教 这不是外面所讲的 迷信怎么样子 那有一个人啊 修修佛道 来到这儿 就问了 师父 我怎么样证明 我有没有开悟啊 我觉得我已经开悟了 那很简单 你回去 把能源经打开 从第一个字 看到最后一个字 不迷茫 就是开悟 再来 你把能源经打开 第一个字 看到最后一个字 一点都不迷茫 还可以讲给别人听 这算是开悟 行吗 那不行 怎么看都看不懂 那就还早 还早 很早 接下来四四六 义贯 就大会 比圆跟音 这个圆要停顿一下 圆顿点 音 比圆与音像当中之音者 共有六种 所谓一 当有音 二 相续音 三 相音 四 坐音 五 显示音 六 观带音 所谓当有音者 为现在之心生起后 而作为一切法子生音已 便能招感当来之果 而令内根身 以外气界 一切苦乐 染尽诸法 得以生起 故此当有音 一命清音远 接下来 接下来 相续音者 作攀岩乙 内外法身 音种子等 接下来讲相续 就是让我们这个五音声继续相续 这现行的心的念头啊 起种种的相续 这个就是所缘之缘了 因为能所不断 所以忘心不断 就是所缘缘了 我们所缘之缘 最后那个缘叫做对象 第一个缘叫做动词 第二个缘是名词 所缘缘 第一个是所攀岩的那个对象 外层为四只所缘 所以简单讲 四心能缘 外相是所缘 这个就起了 现前的这个动念 相续的音者 而作怎么样 作种种的攀岩 种种的攀岩 内根啊 外层啊 内外的根层啊 能所不断 在薰尘种子 储存在我们的本事 巴士田中 因此内外法身 因而令一切 内外法身 就是不断的生起 不断的生起 就是生生世世的意思 生生世世的意思 所以因 种 种子等 这个五因 就是本事当中啊 都含有五因生的种子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死了 你死不了 下辈子五因生再生起 下辈子死了 我们这个五因生啊 再生起 但没有那么幸运啊 每一辈子都让你做人啊 没那么好的 每一辈子都让你做人 谁做猪呢 是不是 我把它贯穿一下 相续因者 就是等同所源源 因为外层是世所源 那么世 就是我们现行的望心啊 现行的望心 相续因者 会做种种的攀缘 内外根层继续攀缘 攀缘以后 会形成种子 存在于本事 因此令一切内外法 不断的生起 这个五因的种子 等等 就一直藏在本事当中 注释 做攀缘以 内外法身 现行的心 起念 做种种攀缘 内外根层之事 如是攀缘以 又再形成种子 存于本事 因而令一切内外法 不断的生起 因种之等 因为本事当中 含有五因之种之等 所以能相续 成为生法之因 所以成为相续因 相续因 又称所源源 因为外层 为世所源 因而心本事成种 然后又成为 世所攀缘的对象 更生心事 所以为世所源 在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交代 就是不好的环境 还有二知事 你一定要远离 因为每一种忘心邪见 还有攀缘外境 就会落入生死的种子 这一点你一定要很小心的 接着 你知道这个是邪见了 这个是不好的环境 你一定要彻底远离 这个攀缘于你生生世世 变现成五因生的种子 所以简单讲 搬进来我们心中的种子 一定要好的 是大善知识 大善也 这些人你看 就像极乐世界 不退转菩萨一样 待人处事 慢慢慢慢 他拿到一个团体里面 他就一直被雕塑 所以文殊讲堂 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因缘 非常好的因缘 为什么 简来这里 拜三间佛 或者是梁华 你看 简的是佛像 简的是清净彼秋山 然后念的是佛号 拜的是佛 你身口意 通八四天中 通通是好的 我没有听说 身口意每天拜佛 用功念佛 下辈子变猪牛羊马 没有这样子的 你落下去的 都是佛的种子 菩提的种子 就像你今天来听见文法 你现在的文的法 是波瑞智慧的法 这个甘露法 一入信用 变成你智慧的种子 生生世世法 生会命 不会断掉 不会断掉 这就告诉你 详细因有多么的重要 你要让善根 菩提根继续相信 你下辈子 假设你没有往生极的世界 你懂得三叶能够耶稣自我 你下辈子也不至于 长得那个很奇怪的貌相 所以我们人想要下辈子 庄严或者是有福 会 这辈子决定未来 现在决定未来 所以你要珍惜 接下来义惯 第二 所谓相信因则 是指现行心起念 而就种种宽延 内外根层之事 以又再形成心种制 存以本事 因而能令一切内外法 相细不断地生起 因为本事当中 含有五印之种子等 所以能相细成为生法之因 所以成为相信因 又成为所源源 全论 简言之 相信因就是本事中的旧种 令心起念 攀岩内外根层 攀岩后又形成心种子 存以本事 此心种 随又令心起念 攀岩如是相细不断 所以成为相续因 相细因 简单讲 你想下辈子更庄严吗 那就好好的做庄严的事 那如果你下辈子想要弱三恶道吗 那就好好的干坏事 杀岔盈无所不干 保证你下山土 接下来 相因则 这无间相相细胜 相因的就是心中欲称之相 简单讲就是等无间言 能做的心中 想象 而且心中所想的 已无有间断 无有间断 所以相因者 因为这个能做的心中 所想象的 而且做心中所想的 无有间断 无间相 就是无有间断 之无相 意思就是抱着一个理想 就绝对没有断除 干坏事有时候会 一种坏的理想 好事有好的理想 并令此物一类相续 不断的生气 不断的生气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年轻的赚钱 赚更多钱 台湾的物价很高 某些地方很高 像台北的房价 也降不下来 降不下来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让佛法注释 普利有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 和播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化为实 十化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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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